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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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各位家长朋友、记者朋友 关心长腿收收服务的朋友 很感谢大家 欢迎你们来到出席今天基督教会讯益会 长腿收收信双服务2014童心创未来研究 儿童眼中的未来的发布会 加上是我们孩子有话说的新书发布的 首先很感谢新亚帮我们联络到这个场地 非常之好,我们可以很舒服 还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和大家分享去影场缩组服务和研究 首先我也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三位 坐在我左边就是基督教香港信义会 助理总共事王陈丽群女士 另外在我右边就是我们本会的 临床心理学家,白环博士 我自己本人就是周玉英 青少年服务总监 都负责长旅宿信商服务 不如很快介绍一下长旅宿信商服务 也想说长旅宿信商是1994年开始 今年数损一指到2014年 今年也为了纪念我们20周年服务的纪念 我们这次就会有两个活动 包括在桌上 和新亚出版社合作的孩子 这本书 我们就收录了47封很精选的小朋友来信 也请了十几位专业人士精深回应和分析 希望提升工作人士对儿童的关注 和更加明白小朋友的想法 另外你也看到今天的研究发布 其实我们在2004年 在长旅宿宿十周年 都曾经做同样的研究 我们也想看看 十年前 九十年代的小朋友 和现在二十年期后的小朋友 对他们将来有什么看法呢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比对研究 发布的资料也很有趣 很丰富 所以今天也很多谢大家的永续来分享 刚才说了 徐里苏信商就是九十年开始 其实我们用一个主要对象 是给小三次初中学生 用一个文字辅导方式 去接触少年人 希望在成长里面 可以分担他们成长的挑战 其实我们在2005年开始 我们也定期有关儿童的关注议题 做了一些发布研究 所以今次做了一个 他们将来一些看法的研究 那里的服务目标 其实都是以关心和接纳的态度 为少年人提供一个专业文字辅导 以儿童为本的方向协助 青少年健康成长等等 而我们的服务范围 除了刚才说的文字辅导之外 我们也会定期做一些移工发展 学校教育工作 社区教育工作 以及一些文字出版的 也有些社会研究 正如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分享的一样 首先说回今次的 2014年同心创未来的研究 我们很想了解 刚才解释了 因为十年前我们也做过类似一个研究 很想看看 现在究竟小朋友 90年代和先年代的小朋友 有什么分别 其实十年前我们是和浸会大学 社工系 做另一个研究 就是分三个层面 包括个人未来的盼望 在家庭层面方面 和社会层面方面做了研究 现在我们十年后 都是用同样的研究方式 包括用文卷 对象依然是给我们本区服务点里的学校 和中心 在读小三至中三的学生 在2014年4至6月期间进行 收到总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份文卷 要解释一下 其实今次我们用了两种方式去收集 第一个研究 包括一个文卷式 就是一个close-hand question 就是问小朋友 对十年后不同 都是用刚才那三个层面 比如个人 家庭社会等等 去做一些访问 他们会拍一些文卷 另一种 我们用一个开放式 就是用文字和图像方式 去让小朋友补充 是两种 所以大家会看到 我们待会有八博士 会分享有关研究 在画画和文字上 如何表达将来生活的看法 好 被访者资料 男女是均等的 男女占47.3% 女女占48.5% 而被访者的背景资料 大部份是7至17岁 而最大部份 最多数是10至13岁 是佔了差不多六成 好 刚才说了 我们就有一个开放式 用文字和图像资料 去表达方式 有989位的小朋友 都用这种方式去回答 那个问题 其实就是 因为是一个自由发挥的 开放式的问题 我们就问他 十年之后 我就多少岁 我想在哪个环境下 学习生活 或者成长 由于自由看 沈飞姐 可以写字 或者可以画图 去表达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分享 沈飞姐 对未来十年的期望 是怎样呢 首先在个人层面 就是个人职业方面 10年前 2004年 我们访问 被访者搜三个 关于职业的选项 教师是占22.7 其他专门人士16.4 有稳定收入好的工作 11.8 这是2004年的调查结果 今年又怎样呢 相对教师的比率 就低了6.1 其他各类专门人士占了40% 至于收入稳定 以及收入好的工作 由10年前 11.8 就上升到今年的28.5% 好 接着你会看到 这个图 其实就是小朋友 用文字和画图表达 在这里我们发现 有95个小朋友 在职业上提及 他们心目中的理想 这些比方才很有心思 用一些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思想 展示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职业 在这里你的图表 可以看到 我们将它分类 其实整体加起来 大概有40个不同的职业 我们将它分类 包括表演艺术 大概有27人 接近三成 包括明星 音乐相关 歌星 舞蹈员等等 服务就是其他专业 有20个 而设计和创作 有18人 但是你看到这个多样化 就是比对过往十年前 小朋友对了一些 职业上的 40个不同类型 是多了很多的 这里也想和大家分享 这里你看到 图表显示的就是 在2004年 我们做一些 小朋友在文字上 一表达 在左手边有说 他们的看法 2014年有这些看法 我想设计另外有两个 有两个可以和大家分享 例如0065 2004年有位小朋友 当时到十年去 他23岁 我想他现在应该是23岁 我想做一个社工 来帮助别人 例如长腿叔叔 而且能够 从别人的个案中 吸取教反 今年他们会说 在巴士公司工作 有着自己的生活 只要开心心 过这一世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小朋友的心声 再多一句就是 在过往 十年前就说 我希望比较大 做歌手 会有很多人支持我 赚到很多钱 好像Trins Boys 和Joey 到了十年后 他就说 我希望能够成为 韩流明星的一份子 成为出名 知名度甚高的韩星 在韩国生活 受韩国教育 这里你看到 最后就是 除了被访者的职业 除了想法比较多元化 跳开了传统老师 医生等 现在开始会多了 提及做不同的职业 比如刚才说的 发明家 运动员等等 範围会比较多 和比较新的 在演艺事业 以往模仿的对象 是本地明星 现在就更多 转为外国明星 特别以韩国 比较多 这里我请一下 爸博士去分享 因为刚才说了 他们用文字和图画 也有表达 对将来一些 职业的心性 我们将时间交给 爸博士去分享 谢谢 谢谢 我留意到 其实大部分的小朋友 画他们的职业的时候 是非常清晰和多元化的 就像刚才的研究报告所指 我看到有很多 甚至是 除了老师、医生 一些大老少少的职业之外 还有是科学家、明星、设计、服装设计等等 而接下来 我就想介绍一下这幅画 这是其中一个小朋友画的 他当时是十岁 你看到他的志愿 是想做一个科学家的 你看到他很仔细 画了他成为一个科学家 他想要有什么工作范畴 而这件事 是我在大部分的小朋友 画当中找到的 是非常仔细的 你看到小朋友 画了大部分的人 也是可以飞 而你多留意一点 你会发现 他画的小朋友 画的人 飞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有些是用翼 有些像叮当 有些是在转移的空间 可以飞走的 有些是直接坐在云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 除了他的意念 是觉得将来世界 希望大家可以自由地飞 之外 其实他是想了不同的方法 希望发明一些元素 令大家用不同方式飞 所以如果作为家长 可以了解多一点 其实这个小朋友 为什么他这么想飞 或者我们可以鼓励一下 如果你要做到这个发明 我们可以走哪几条路 可以如何达到这个梦想 这样会更加帮助到小朋友 多谢 好 谢谢爸博士 好 刚才我们看完 小朋友对个人层面的职业 一些看法之后 我们去到 另一个个人层面 有关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分享 在图表看到 在2004年 被访者比较多损是富有的 你看到是68.3% 小朋友希望 经济和物质是富有的 去到2014年 只有26% 选择生活无忧安定 就由14.6% 跳升到60% 意思是 在现在这个年代 小朋友倾向选择 不一定很富有的 总之生活无忧安定就可以了 另外这个图也是 用文字图画的表达 就是 生活安定占41% 生活富有43% 这些图画文字分析 两个都是均等的 都是差不多的 好 可以看回这里 他们也是用文字表达 和图像表达 文字表达里面 有些不同的 两个年代 有些不同的 例如我也讀少少 一个就是 我们看2014 十年后 我理想世界是 有工人可以 给父母使用 父母出街 有司机帮他拿东西 现在就不是了 去到家人健康快乐 自给自粟 又安稳的生活 这个就是 有些少少不同了 或者是看二一 他说 不会因为一些经济问题 和 经济问题 和就业问题 而整成家 家常屋币 在十年前说 现在就说 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和喜欢的人一起 加人 幸福快乐 比较十年前的数据 虽然少了一些被访者 希望自己生活富裕 但是被访者 仍然期望生活安稳 富裕各自一半 亦不少表达 以自己的经济能力 去照顾家人 好 这里也请阿爸博士 分享小朋友 对于经济 生活质方面 有什么看法 好 当我看大部分 小朋友的画 当中 也是一样 他们很直接去表达 他们对这方面的梦想 是什么 亦会画得很仔细 正如你现在看到这幅图 很明显 你会看到这个小朋友 希望他的生活是如何的 很富裕 对不对 甚至可以有很多熟客 在这里 称呼他做老板 早晨 他甚至是踩着一搭钱 所以他很直接地告诉你 他希望是富裕 是富裕 是富裕 旁边也有一半间屋 是大到画画画不完 你可以幻想到是什么 证明这个小朋友 他当时的想法 十二岁的想法 他就是希望自己 将来可以拥有这么富裕的生活 至于家长 如果身为家长 可以想想 其实这个梦想 会不会不多不少 都是由自己 带给他 因为很多时候 你会想到 小朋友的梦想 可能甚至少 都是从家长那里 拿回来的 例如家长说 做医生好 赚多点钱 小朋友小过梦想 就希望做医生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帮小朋友 如果他达成他的梦想 就问他 如果要成为一个老板 要做什么 或者你希望 成为什么行业的老板 这样会更加令到小朋友 有个实际的路向 好 谢谢八博士 好 看完这么有趣的小朋友 表达了 我们到个人层面 另一方面 最后一方面就是教育 教育方面 十年前 期望自己最高学历 就是学士程度 占41.9 现在2014年 就是24.1 十年前 期望自己最高学历 是博士程度 只有5.8 现在是28.8 期望去海外升学 也由7%到19% 这个也是 按回应者的文字和图画 有73人 提及到 他们都希望有大学毕业 好 这个就是文字的表达 比方姐反映 十年前的研究结果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就是 今次的研究回应里面 较多希望自己能够 碩士或博士毕业 对海外升学的期望增加 不如我讀少少 一三五 十年前 以前这个小朋友是这样说的 因为我十分希望去英国升学大学 在一个英文地方继续成长 因为我十分喜欢英文 想更加认识英文 我也十分喜欢英文化 想有一个英国人的男朋友 今年是怎样呢 十年后也有人提到 在英国读书 想在英国读书 有很多外国朋友 和和一个英国人结婚 另外也有 2022年 我很想自己变成一个正在读书的大学生 思想又成熟 快要毕业出来 能够做一个好好的老师 做育英才 与劳虎公高 教育我的多年父母一起居住 住一间更加舒服的楼宇 让我和姐姐和弟弟照顾他们 我还想完成大学 继续进修 与能够的话 现在十年后会怎样说呢 就是我想在一个安定环境下生活 学习和成长 我想在中学毕业上大学 修读法律系 做一个律师 让父母可以过一些好的日子 自己和妹妹可以过一些安定的生活 好了 我们跳升个人层面之后 去到家庭层面 就有关于居住了 居住就是 十年前 三个比较上 三个关于居住环境的选项 在十年前 就是 清淨料理的19% 大屋是17.2% 舒服 舒适是15.5% 现在被访者的次序 就有少少不同了 舒适是他们最想选取的 比较多 就是31.7% 住大屋是16.2% 住别墅是12.9% 和过往就有少少不同了 舒适就是 现在青少年 希望追求那种家庭居住生活为主 这个也是一些 在文字和图画里面的表达 比较多 他们都觉得 希望居住环境是寧静 还有绿雨花香 这样的 好 这里也是 小朋友 文字表达的东西 比如我们读一读 022 希望那座楼宇附近有花园泳池等 而现在十年后的小朋友住的地方 有农场 花园和草地 下一章就是讲家庭 对家庭最大的期望 十年前 被访者同样很重视家庭关系 和互相照顾和支持的功能 比较多人强调有个温暖和幸福的家庭 和父母一起生活一起住 十年前 就是 比了两个有关联的 就是有温暖和幸福的家庭 是32.1% 和父母一起住30.2% 现在十年后的比率就是 有幸福和温暖的家庭占了38.2% 其次就是 与父母一起住13.2% 相对十年前的数字有些不同了 好 到居住环境的期望 你也是 回应者用文字和图画表达 就是 有72个被访者 表达家庭居住环境的期望 有77.8%的期望 就要家人一起住 表达了希望和上一对 互相照顾的需要 好 这里是一些文字上的回应 可以读一个 二三四 我想要做个快乐的家庭 要两位体量人的父母 今年就说 我希望和父母健康快乐生活在一起 好好地孝顺父母 父母花了很多心机来养育我 我一定要好好孝顺父母 这是一些小朋友的说法 其实比上一次的研究 儿童和父母的关系 表现比较好 大多都希望 大过后 继续和父母一起住 而家庭的元素 确实在不同的层面 影响了儿童的想法和成长 好 接着请老母 couples分享 同样 在这个项目上面 我看到大部份小朋友 都会很清晰地说 自己的家庭里 现在有多少个人 也会有一些成员 穿着制服 甚至代表他们的职业 可能是医生 或者是护士等等 而有些小朋友反而会画一些他们梦想的家庭是怎样 有什么成员 亦是非常清晰和仔细的 我们看看这幅图 这女生是14岁的 其实以她的画功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她这个女生是非常感性的 但我们再看看 她以四个bubbles代表了自己的梦想对家庭的梦想 她把第一个大bubbles画了什么 兴趣 第二个画了稍微大一点的就是家庭 第三个就是喜好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个女生其实很注重自己的兴趣 希望将来她的生活都可以围绕着她的兴趣生活 但她也非常注重家庭 你会看到她把她放进第二个大的bubbles 她家庭也画了三个成员 亦是她很直接表达了她的梦想 但我们看看她以bubbles代表她的梦想 其实bubbles是一些很脆弱的东西 一刺就爆了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多一点 其实这个小女生在当时的状况 可能没有什么信心将这些梦想实现的 至于原因是怎样呢 可能要留给家长要多问多一点 关心多一点的子女 好 谢谢 谢谢鲍博士 好 我们看完家庭 我们去到社会层面有关城市环境的客人 小宾有对城市环境有什么期望呢 十年前给的两个关于城市环境的选项 空气、清新、无污染是占35.2% 和平、安全是23.8% 而到今年2014年 空气、清新和无污染依然是39.5% 安全也是占打数 两个年代的小朋友都期望 希望这两个城市环境会出现 也希望有这些东西 好 这个也是在文字和图像表达里面 就是小朋友对没有污染的环境 还有有绿化城市的期望都比较高 跟刚才填的那份也有点伤 这是在图字、图画和文字的表达 这些就是小朋友在文字上表达的 对城市环境的愿望 例如我们看2176 他说香港可以大一些 多一些郊贵公园 多一些冻植物和空气、清新 4147很想有空气、清新、无污染 有伦和谊相处 互相帮忙的美好环境下生活 学习和成长 大致上这个范畴是其他人对将来生活的意见 个人心境的平静和世界和平都比较多人选择 在文字上,例如1017,我想在世界有民主,没有纷争,人与人之间没有仇恨 另外5077,希望生活和平,无忧,无虑,身体健康 简约说了有关小朋友对未来的想法 个人职业、教育、家庭和社会环境 现在时间交给王太,分享一下整个调查里面有什么讨论和建议 谢谢,整个调查其实很丰富,刚才也听到很长和很不同的层面 其实这个表很仔细,里面大概每一格都可以看到 小朋友在不同范畴,在这次研究里面的一些看法 但我们以归纳来看,其实有几点我们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关心 以及香港政府去关心 第一点,就是小朋友对周围的事情没有知道 其实你看到他十年之后的一些回应 其实都很能够配合到大气电波底下 以及社会发生的一些事局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小朋友是充分地知道他周围发生什么事 然后有他自己要表达的声音 所以在这里,我们觉得作为成年人 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尊重的空间 给小朋友发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所以在这里,我们呼吁政府 其实应该真的要有一个成立 而同权利委员会的一个时间表和蓝图 因为有关的建议,其实在2013年11月 其实在立法会竟然罕有地,就是一致地去通过有关的建议 那奈何就是要等政府究竟是否有决心去执行 这个连联合国都赞成的一个委员会 是要有他的时间表和蓝图 这是我们高度地希望政府在这部分会带头做一些事情 第二点,大家去看小朋友的职业观的时候 你已经见到很多元化 其实很小时,就不像以前说的教师、社工 这些我们很传统地说到很理想的职业 他们有很多其他的想法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种好奇和这种意欲 其实是需要培养的 就不是说,这些大个会说了 又或者这些有段时间都不轮到你了 就算做老板,就你做梦 这些都不是我们觉得应该要这样做 去骗杀他们一些都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做到的想法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是应该反而鼓励小朋友多些 既然他们有些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们以前一直在说的那个积志的教育 或者现在在说的生涯规划 我们有时就现在教育局很进步 讲到中学 其实我们觉得在小学 其实已经要退行 在当中如何让小朋友 去不要磨灭他的想法 而是多一些早期和配合时代性的 即是那些的积志教育 就不是教他只是做社工和做老师的 是应该是不同的梦想 都有不同的渠道可以达到 第三样就是我们仍然觉得在调查里面 是显示到小朋友 虽然新一代好像应该独立自主 多一些 就是个人化多一些 但是其实里面仍然去显示到 他是很关心 是很希望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个和十年前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觉得 各位父母应该不要放弃 我们应该继续在正面的家庭的价值上 我们要努力的 在当中其实仍然需要 营造一些良好的家庭成长的环境 有冲突有危机 不用怕 继续可以在正面去营造 我们更加鼓励多一些 家人共享的快乐时光 以面对一些 可能比较负面的气氛 这是我们的窗耳 最后一件事 就是你发现那些小朋友 不知道是否因为网上 或者很多媒体的接触 其实已经很开放 他们接触的说话 其实是很国际性的 他们的视野也很阔 所以这部分 我们觉得新一代的儿童 社会的接触面 都不是你困得住 其实它是很广泛的 我们觉得应该要配合这种 国际化的趋势 令我们成长的儿童 更加能够 適切到今天 我们所说的通识 和知识型社会的一些需要 这部分 除了家长要努力之外 我们特别关心 可能对一些 比较基层的家庭 可能家长的学历 未必可以这么高的时候 究竟政府在这部分 可不可以有一些特别的支援 令到我们的下一代 不会因为经济的困乏 或者一些数码的阻隔 而阻碍了他们正常的发展 我们觉得 政府在这部分 是有它应该有的角色 谢谢 好 我们大概的调查 发布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其实接着来 应该就是 阿爸和牧师 会有个和孩子相关的秘笈 但我想在这里 停一停 看看记者朋友 有没有什么 其实我们也有Q&A时间 但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现在需要特别的要问 否则我们等博士说完之后 我们也会有一个Q&A时间 不如博士可以继续 好 谢谢 好 我想在座的家长 一定会很认同一句话 就是 作为一个家长和小孩相处 其实是一个很高很高深的学问 甚至是一世的学问 对不对 说到个五元 甚至见招就拆招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想带给大家 四大很主要的元素 希望可以家长试一下 和小孩用一下 好吗 第一个元素 是看下眼仔 眼仔代表什么 我们用眼来做什么 看东西 对不对 好了 其实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多去观察小孩 观察什么 为什么这么有用 好 看看 好 有没有留意到 当小孩还是很小 小孩还是很小 那时候的小孩 他还未会说话 但是为什么大人要经常对着他 哇 这样的 为什么呢 他又不会说话 其实你想想一想 你是想鼓励什么 鼓励他慢慢学会 和别人有眼神接触 懂得回应别人的表情 对不对 所以你会留意到 当你看着他笑的时候 他也会假的声在笑 对不对 反过来想想 如果当他看着你 突然哭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会问 什么事啊 你又会变得很紧张 我想大家明白一件事 就是 其实你和他的表情 就算到多少岁都好 你观察对方的表情 其实是可以留意到 他当时的情绪需要 一个状况 而令到你 可以给予一个适当的回应 如果我们每次都不看他 不主动去观察他 他有时才来找你 我相信他慢慢 他就会建立了一个 少一点的安全感 他会觉得 咦? 为什么每一次 我有需要的时候 没有人留意到我呢? 爸爸妈妈去哪里呢? 安全感就会越来越低了 所以多观察子女 就算到多少岁 都会不断维持安全感 以及关注的 我们先看看这幅图 就算我们比较大 我们再是一个成年人 这样说 如果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会流露在我们的表情上 对不对? 就算是笑话 别人也会留意到 你今天的笑容好像不同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又想一想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你扮在一边的时候 其实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想都是那份的关心关注 如果突然有个人 很感同身受的走到你 说什么事? 你是不是因为这样 不开心? 我想你也会突然很感动 再看看这幅图 当你看到一个小朋友 突然间扁了嘴 遮到眉头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感觉呢? 我想你第一个反应 可能是 做什么事? 你也可能会走过去 想问问他 发生什么事呢? 第三 第三 这个小朋友 他躲在一角 有点生气 你看到他的眉头 对不对? 对 如果你看到小朋友 你会怎么样? 通常家长 要不就会更生气 要不就会走过去 你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多观察 别人的表情 小朋友的表情 其实我们可以留意到 他当时的情绪 是需要什么 而令你作出一个回应 给他 说完多观察 再看看耳朵 我们用耳朵来做什么? 听话 对不对?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要多聆听小朋友 如何聆听好呢?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例如很简单 一句说话 我很累 但我试试用不同声线 读出来 我好累 你听完这句说话 你会觉得怎么样? 很冷静 要不就会觉得 是吗? 好像在这里 弄弄弄怪 第二句 我好累了 你觉得怎么样? 好累了 这句说话 未必代表他很累 可能他对某些东西很厌倦 而带出了这个声音 第三个 三个例子 你可以听到 其实声线 已经代表了某些情绪需要 亦是一样 令对方作出一些适当的回应 对不对? 因为什么事那么累 或者因为什么事那么严倦 所以聆听非常重要 我找到这幅画 用耳朵 去聆听 其实是否这么简单 听完就算 原来不是的 要听出他背后的情绪 听出他的需要才是最重要 我们除了要听小朋友 孩子的情绪 需要之外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自己也要找些时间 去听自己的需要 例如当你和小朋友有争拗的时候 不妨自己也冷静一下 听一下自己 为什么当时会那么生气 那么生气 是不是自己也很累 或者当时的状况 不适合和小朋友 找功课等等 或者是否自己也有一些需要 或者是否需要休息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当你没有一个好的情绪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难很难 去维持一个好的情绪 去和小朋友相处 你可能到某一个时刻 你都会爆发的 所以要留意 好 第三件事 就是多沟通 沟通其实有什么用呢 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 或者你自己问一下自己 通常你每天回到家 你和小朋友的话题 是说什么呢 想一想 你不用回答我 自己想一想 曾经有一些家长回答我 我第一句就跟他说 还不收拾东西 第二句就说 吃饭 第三句就说 做完工作没有 围绕主角 然后职员工睡觉 没有其他话题了 这个家长 当时他说出这句话 他有点眼泡泡 他似乎反省了一些东西 是不是话题就是这么少呢 他也反省了原来 其实小朋友每一天 都重复听着这个话题 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他的需要 其实他可能也需要一些关心 对不对 还有我们除了跟小朋友的话题 其实也要想一想 我们吃饭的时候 跟家人的话题有没有重要 原来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跟家庭的人 都只是可能在说 上班了什么 甚至是没有话题 其实小朋友 潜移物化地都会觉得 原来跟家人就是说这些东西了 没有其他人是可以说的 所以不妨先想一想 第二件事 就是问问自己 其实你每天用了多少时间 去跟小朋友 真的有一个关心的沟通呢 想一想 够不够 好 也是一样 我们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我们会不断跟他说一大堆话题 就算我们得不到他的回应 不知道他明白不明白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说一大堆话题 对不对 其实是为了什么呢 想一想 其实你是想跟他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 让他知道 妈妈开心的时候想跟你说话 就算有什么都想和你一起分享 再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跟原小朋友 就算有一个冲突之后 最好是要谈谈 和沟通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主要目的就是希望 大家互相有一个机会 去说回自己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为什么当时会这么生气 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行为 不仅是小朋友要说 家长也要说出来 大家再谈谈 其实中间有没有东西需要道歉 有没有东西可以改进 一起去改进 所以跟小朋友沟通 是要沟通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我们看到第二幅图 有一个妈妈 蹲下来跟小朋友说话 其实当时有一个动作 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他蹲下来说一下 我们经常说 我们经常站着跟小朋友说话 你试试想想他会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好像有一个高势力的人 跟他在沟通 不是真的看着他 在同一个视线沟通 了解他的需要 找一次机会 你可以试试的 蹲下来 用孩子的角度去看看这个世界 你会知道 其实他们有时候的需要 是真的逼不得已的 例如为什么这么小的小朋友 要经常抱着呢 你试试蹲下来 如果你经常蹲下来 如果你经常蹲下来 用那个视线去走这条街 你也会觉得 有很多东西你可能想看远一点 或者你也会觉得 我经常都好像 看到别人的脚 等等 对不对 所以你也会想有人抱一抱 所以我们说蹲下来 其实是想了解 多一点小朋友的感受需要 第三幅图 你看到 女孩子已经很大了 但父母仍然都会和她围住一个圈 去聊天 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父母可能会想 哎呀 一些经济问题 或者家里的问题 不是很想和小朋友说 然后会有些负面影响 其实这件事是不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反而要多些和他们分享 自己现在面对的一些困难 我们慢慢建立一个信任 和一个分担 一个家人可以分担所有的事情 也要告诉小朋友 其实你在你的困难当中 你怎么打算克服 甚至你克服了什么 这个是建立小朋友的什么 他们的解难能力 他们当去知道 原来大人也有事情可以解决 自己的事情 其实一样都可以和家人分享 一起去解决 所以沟通非常之重要 沟通其实是想鼓励小朋友 懂得去回应 还有去了解关心大家 学会去承担 学会去道歉 还有分享和解难 第四样东西 你看到那幅图也知道 要多些去拥抱 首先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我搜集了不少动物 人也是动物 对吧? 动物的图片 你看到 每一种动物 差不多每一种动物 都有他们的方法去拥抱 去有身体接触 其实人 甚至所有的动物 都有一个情感的需要 只不过是用不同方法去表达出来 再看看小朋友的卡通片 其实很多时候都用了一些 拥抱的情节 去表达那种关心 那种感情 那为什么这些卡通片 这么小 就要灌输小朋友的感受呢? 就是因为它要表达 人就是有这个需要的 并不是捏造出来的 而拥抱 例如我们又想起 在最小的时候 寶寶 我们抱着他喝奶 其实寶寶 在你的怀里 他可以感受到你的心跳 以及感受到你当时的情绪 所以你会发现 当你很猛烈的情况之下 去饮奶的时候 小朋友会喝喝停 然后看着你 可能喝得不太顺 原来小朋友是可以感受到的 所以不要忽视这个拥抱 第二 当小朋友开心不开心的时候 其实我们多些拥抱他 也会让他有一个安全感 以及一个信任 试想想 如果小朋友是很不开心的时候 你给他一个拥抱 其实你是等于给他一个支持 告诉他 父母在这里 永远都会守护你 到小朋友比较大 甚至从小到大 一直到几十岁都好 其实拥抱也是代表着一个爱 甚至夫妻之间的拥抱 都可以让小朋友感受到 其实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爱 再来吧 现在很多的研究都开始指出 原来拥抱是会让人 发放一种的 荷尔蒙 叫做Oxytocin 而它的作用是做什么呢 就是帮我们降低血压 预防心脏病 输减压力 以及有助记忆力 原来有这么多好处 所以上天给了我们 一个很好的天然的物质 让我们透过拥抱 得到更多的健康 所以不要浪费了这个拥抱 最后我们再重温一次 多一点 多一点去观察对方 小朋友 多一点用心去聆听他背后的需要 情绪 还有 就是沟通 非常之重要 不论开心还是不开心的东西 其实是有正面影响的 最后就是要多一点去拥抱 不论我们遇到什么事 在这么长的教育条路上 不论遇到什么事 我都希望父母可以 永远提醒自己一句说话 就是你当时想要这个小孩 或者生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只是期望最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健康和快乐 当你想到这件事 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解决的 多谢大家 好 谢谢爸博士 爸博士是其中我们《孩子话说》 这本书里面 其中一位作者 如果大家想看多一点 爸博士对一些小孩的心声 专家的意见 其实透过这本书 就可以知道更多 好 到这里 我想有没有问题 是想问的 我看到都是五十多岁 我认为我们读书的时代 好像没有那么小学 没有那么多功课 那么多步骤 那么多彈琴画画 唱歌跳舞 要学的 我觉得现在很惨 那些小孩 比如那些国际学校 相对好像快乐一点点 其实现在很多本地的家长 都很想自己的小孩 去国际学校那种学习模式 那么其实 为什么没有人建议 或者那些学者 所以看不到 是 爸爸博士 爸爸博士 为什么不建议 香港有一部分的 幼稚园或者小学 就转做国际学校那种 模式 就是减低压力 就是这样的 好 那么 当然了 这个可以交流一下 因为其实如果在我们的研究 就不是在这个范畴里面 不过 刚才这位先生的观察 其实都是正确 我们比较早前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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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估计我们强调的 就是如何让小孩 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时间 和家人相处 当然 在教育里面的改革 其实是一件很长远的路 和有很多的配合 不过 我们曾经有一个研究 是说过 小孩很想和爸爸妈妈一起玩 和很想有一些 可以自己去休息和安舒的时间 这个就是真的 所以有关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需要再关注下去 那有没有其他问题 你好 白博士 我有小孩 十多岁 但我觉得现在小孩 好像不懂得尊重人 他们有太多奢侈的物质 他们喜欢上网 玩 不太顾及大人的感受 你叫他少些去参与一些上网 或者看手机 玩 但他们屡次都不会听你的 而且他们的回应就是很差的 语气 好像当你是管住他 他们不懂得尊重家长 或者尊重老师 我觉得这一辈子 很多小孩到十多岁都会是这样 如何跟他们相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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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不止这个家长有这个意见 我听听起来也有很多 我明白你的感受 其实到了十多岁来说 青少年阶段是一个追求自己身份的阶段 所以你会发现 十多岁的时候的小孩 可能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 打扮也会不同了 亦在这个时期 其实他们的频辈影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们的朋友是怎样的 他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模仿 而可以令他们自己觉得 我是属于那一个党的 他们会有这样的心理 亦是避免不了这件事 那作为家长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要慢慢等他去到过这个时期 而也不会学坏 最惊讶是这样 所以用回刚才我所说的其中一个元素 多聆听 聆听其实是尊重的一种 我们想令小朋友学会尊重 其实我们必须自己也要懂得尊重他们 那个时期发育的需要 所以我们唯有令自己 第一件事 可能少点用自己的主观感觉 去告诉他 你这样做好像很不对 我现在很不满意你 反而要告诉他 这件事其实你会令我好像有点不开心 我始终现在在慰问你 为什么你用这个态度反对我 你是不是不想我再关心你 试试用一些问题 亦都让他给他一些空间 告诉他 为什么他当时用了这个态度 不定他也是不知道的 自己控制不了的 我们给他一个空间 去解释一下 其实透过这个空间去解释一下 他是一个反思的过程 他可能翌日他会知道 其实我好像有点过分 说不定他可以自己提醒自己 我们其实最终的目的 都是希望他可以提醒自己 而不是家长无时无刻要提醒他 所以给他一点空间去解释一下 好吗 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就很多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新书 本书就在这里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过来看一看 亦都多谢各位朋友出席 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就到此为止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